刘备对诸葛亮是十分信任的 究竟有多信任呢 刘备一言 若四字可辅 辅之如其不才 君可自取 诸葛亮也没话说 实乃忠诚贤相 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 也身体力行地因了他在出事表中的话 鞠躬净翠死而后以刘禅作为继任者 对诸葛亮也十分的信任 给诸葛亮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 开府 开府 根据词源的解释 就是开建辅属 辟至辽属 通俗来说就是拥有自己的辅属 能自行任命一套属官 一般有常使城参军主部等官职 由于开府 自己建立的官员也是自己选拔任命的 因此开府 所建立的机构体系 是独立于皇帝朝廷体系之外 只属于高级官员自己的平行机构体系 由此 可见 成将开府 权力是极大的 诸葛亮开府以来 任命了很多贤臣良将 其中就有一位比较特殊 他是诸葛亮非常信任且器重的大臣 善于执剑 也敢于指出诸葛亮的缺点 去世之后 让诸葛亮都痛苦了三日 直言 他的去世 是蜀汉王朝的损失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杨勇 是根正描红的荆州戏 杨勇 字字招 荆州襄阳郡 当年刘备拿下荆州后 往那豪杰 杨勇这个时候投靠了刘备 在刘备吸取一周的时候 杨勇也跟随着刘备入川 开始走上了政治生涯 刘备好不容易拿下一周 开始全面接盘一周的领地 其中杨勇就被刘备任命为八军台首 成为十一级的主要首脑 诸葛亮开辅之后 杨勇因其地位 以及政治身份 成功入选 成为丞相的主保 文献通考记载 概股者官府皆有主不一官 上则三公及玉石府 下至九四五间 以至郡献皆有之 主保最早是各级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左立 和从事一样是汉末时期常见的官职 一般都有主官亲信之人出任 所以主保虽是左立 但往往参与机要知识 权柄其实不小 诸葛亮在流产时期 可以说权倾天下 无人敢说他的不是 然而 诸葛亮又是典型的工作狂 事无巨细 情力轻为 势必恭亲 这是诸葛亮平生最让人可敬的地方 也是他的一大缺点 有一次主保杨勇看见了 诸葛亮亲自核对文书不测 直见 位置有体 上下不可相亲 然后讲述一大堆言之有理的比喻 最后还来一句比较温馨的劝谏 敬您恭为之 乃恭自孝不输 留汉近日 不亦劳乎 意思就是说如今您治理朝政 亲自过问审阅文书不测 几天以来您都汉留加倍 难道您不累吗 敢于直面劝谏诸葛亮的大臣 杨勇算是第一人 也正因为杨勇为人的正直 让诸葛亮更加喜爱 诸葛亮让成为丞相东草属 专门负责选拔举用贤能 俗话说 举贤不必轻 杨勇在任职内 应该有所贡献 其中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为诸葛亮举荐了自己的宗亲杨仪 杨仪在张五元年的时候 本是尚书 却跟尚书令刘巴关系非常不好 被贬值 姚岭胡农太守 基本上没具体事物 但是却在建兴三年 诸葛亮就启用了他 成为丞相府参军 之后就一直追随诸葛亮北伐 蜀汉建兴六年 杨勇去世 诸葛亮十分悲痛 痛哭了三日 作为诸葛亮的下属 还没有谁能够让诸葛亮痛哭三日的 由此可见 杨勇在诸葛亮心目中的地位 三国制住尹襄阳纪后卫东曹数点选举 永死 亮吹气三日 诸葛亮虽然十分信任杨勇 当时听到杨勇的劝谏 还是非常感动的 可惜 诸葛亮并没有真正改变自己的做法 由于身体长期超负荷 大半辈子都在劳心劳力 234年8月底 诸葛亮实在撑不住了 并是五丈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